再来看到这次全球油电车的领头洋主义 Toyota 引领全世界环保节能意识 特别在2019年推出了新车款 贯彻节能减碳的目标 我们现在就来看 Toyota荣誉赞助的2019年 东森幼幼小主播选拔赛 5到8岁的酷鼻祖小主播 为观众来介绍这款新车 大家好 我是小主播Alvin 周末想带小朋友们亲近大自然 却怕油费太贵的爸爸妈妈们 要注意了 Toyota全新推出了一款休旅车 不只能够在各种气候 和路面上轻松驾驶以外 因为是油电混合车 所以不仅非常省油 且还能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有效实践 环保爱地球 Toyota全新推出的2019 Red 4 Hybrid 不只具备EV Mode、Echo Mode 与Sport Mode三种驾驶模式 驾驶者可依照需求 自行切换设定 倒车头灯还特别加入LED大灯组 结合八角形水箱罩 在视觉上更具气势 不仅如此 目标能够更安心地 在道路上驾驶 2019 Red 4 Hybrid也增加了PCS 预警式防护系统 透过毫米波雷达与智能摄影机 侦测前方车辆、障碍物与行人 并发出警示音、提醒驾驶 采取反应 最重要的是 相比其他越野车和休旅车 2019年Red 4 Hybrid 在市区平均一家轮 可以跑41英里 呼应了Toyota 一直以来推动节能减碳的理念 董事新闻悠悠小主播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